我国将在西藏新建58个通用机场 这是让印度人被严重的震撼 西藏自治区发改委对外公布了 西藏自治区通用航空发展规划2021到2035 这个规划提出到2035年 我国将在西藏地区新建58个通用机场 西藏自治区发改委还公布了 西藏自治区是45级中长期体楼网的规划 按照这个规划了 三年之内中印时空线我方一侧 全线都将被铁楼线覆盖 让印度新军肉跳还不止这些 我国已经在石空线附近 修行了大量的战区战北公路 正在建设中的班公湖大桥 实际上是G695国道的一部分 等到G695国道全面建设完毕 中印边境西线也将完全被这条高等级的公路贴边覆盖 对于中方的这些建设规划 印度的反应自然是各种的项目极度恨的 没错 这些基础设施都是双重用途的 既有利于促进藏区的经济建设 改善藏区人民的生活 又有利于解放军的机动部署和寻边控编 印度如果想继续挑战 请先盘点一下自己的实力 再敢轻举妄动 下场一定比1962年还惨